文章来源加美财经 日经新闻的专栏文章写道 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上周提出了一项法案 旨在终止与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 声称授予北京的这一贸易地位 导致了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不公平失衡 终止PNTR一直是政界人士使用的威胁手段 去年特朗普总表示 他将彻底消除美国对中国的依赖 方法就是结束这一制度安排 PNTR前身是罪毁国待遇 意味着对美国的贸易伙伴一视同仁 并给予他们诸如降低关税 减少进口配额或免于特别检查等优惠 华盛顿于2000年授予北京PNTR地位 此前中国同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这使得美国人能够获得价格更低的中国出口商品 同时扩大了对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自那以来中国输美商品的总值已增长四倍 达到2022年的5360亿美元 促使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幅增长 中国出口至美国的主要商品类别 包括机械 机电设备和家具 政界人士声称 中国商品的涌入已经取代了美国的就业岗位 美国与大多数国家维持着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如果取消这一贸易地位 中国将与俄罗斯 朝鲜 古巴和白俄罗斯等国家归为同类 去年12月 美国国会针对中美战略竞争的特别委员会 也建议取消中国的这一贸易地位 美国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在2022年提出建议 称如果评估显示 中国未能履行其贸易承诺 应取消这一地位 这项新法案由参议员汤姆 科顿 马可 卢比奥和乔西 获利提出 旨在终止中国的P&T2地位 并在五年内逐步增加中国商品的关税 支持者认为 取消这一地位将帮助美国 防御中国的掠夺性经济行为 并提高供应链的韧性 但经济学家警告称 取消贸易地位可能会提高 美国消费者的商品成本 助长通货膨胀 并导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如果中国进行报复 贸易逆差可能进一步扩大 情况将更加恶化 自由派智库卡托研究所指出 在取消P&T2后 增加更多关税 将加剧经济不确定性 削弱美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力 牛津经济研究院 受美国中国商业委员会委托表示 取消P&T2 将意味着取消美国贸易法 第301条关税的所有豁免 是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水平 接近于朝鲜和古巴等 没有正常贸易关系的国家 据估计 从2025年起的5年内 美国将累计损失1.6万亿美元的GDP 并失去74.4万个就业岗位 前提是 中国不进行报复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指出 这一决定的影响 将在经济中不均匀的显现 农业 制造业和采矿业 将遭受最大的损失 取消 P&T2 将减少这些行业的就业 并促使劳动力 重新分配到服务业 这显然不是 P&T2 取消倡导者 所希望的结果 作者写道 彼得森报告称 此举将扩大美国的贸易逆差 这与支持者的目标背道而驰 除了对中美的影响外 贸易倡导组织 Hinrich Foundation的戴博拉 埃尔姆斯表示 这种单边行动 可能会影响全球化的贸易体系 并引发世界贸易组织 其他成员国的反制措施 一旦放出取消 P&T2的魔鬼 很可能其他WTO成员国 也会部分或全部效仿 实施一系列新的关税限制措施 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美国消费技术协会表示 目前免于301条款 关税的笔记本电脑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可能会面临价格上涨 华盛顿的一些政策制定者 似乎认为 取消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是对中国进行惩罚的方式 但我们的报告显示 这实际上是在惩罚 美国消费者 协会国际贸易副总裁 埃德·布里兹瓦说道 取消 P&T2最终需要总统的批准 2022年白宫在国会支持下 取消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 正常贸易关系 这是在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之后 采取的行动